汤家火山爆发 中国大使馆率先发声 北斗卫星系统是怎样做到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还能够进行通信 这突出了中国北斗卫星系统有怎样的作用 北斗如何实现紧急救援 近日 据中新网消息称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的红阿哈阿帕伊岛海底火山发生剧烈喷发 威力就如1000颗广岛原子弹爆发 这就使得日本 斐济等多国接连发布海啸警报 并且由于汤家的通信网络受到严重干扰 所以这就使得汤家油管部门不能获得有关人员伤亡或损害范围的报告 这也使得汤家国内的通讯信号处于权限崩溃的状态 对于汤家发生的火山爆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即发表声明称 联合国对影响汤家的海啸和火山灰 以及多国发出的海啸警报表示关注 声明还指出 联合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办事处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并随时准备应要求提供支持 此外 报道还称 虽然汤家国内的信号完全中断 但是中国大使馆率先报平安 发生火山爆发后不久 中国驻汤家大使馆便发来消息 通过大使馆的消息我们了解到 在此次火山爆发中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而之所以中国可以与汤家的大使馆 在信号中断还能取得联系 这就要得益于中国的北斗卫星 通过短暴纹的功能 从而使得汤家的大使馆可以将信息传送出来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中国的北斗卫星发挥了重要的通讯作用 那么中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短暴纹功能是什么 有怎样的作用 为何可以在全然无信号的时候还能够进行通信呢 近几年中国在卫星导航系统方面发展得非常迅速 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在全球投入使用 并且在2020年北斗三号足望之后 不改全球每一处角落 而目前中国已经与120多个国家签署北斗合作协议 而且这个数字还会随着全球卫星网络布局的扩大 而不断的壮大 中国将在全球卫星系统的发展上具有更多的话语权 也会更加致力于在导航系统方面的发展 所以中国北斗卫星系统性也在全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中北斗系统的短暴纹系统通信 就是指北斗地面终端与北斗卫星 北斗地面监控总站之间 能够直接通过卫星信号进行双向的信息传递 通信以短暴纹为传输基本单位 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附带的一项功能特性 其作为一种天机通信方式 它具备了卫星通信的全天候 全域广覆盖 可靠性高等方面的特点 并且有着快速响应能力 短消息通信时延约为0.5秒 点对点通信时延为1-5秒 且通信抗干扰强 同时采用SAR波段卫星传输 可穿透平流层和对流层 从而保证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通信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 设备要求低 设备价格低 性价比高 组网方便 以指挥型用户机为核心 可以快速组成一对多的通信网络 这也是其能够被广泛运用的原因 且大大节省了成本 此外 中国北斗卫星短暴纹通信的最大优点 就是可以在普通移动通信信号不能覆盖的地区 如无人区 荒漠 海洋 极地等 甚至是通讯基站遭受破坏的情况下 就比如汤家此次发生的火山爆发后 当地完全没有信号 但是借助北斗卫星系统的短暴纹功能 就可以进行紧急通讯 这就使得汤家大使馆 可以与中国大陆取得联系 并且可以让中国大陆知道 所发生的情况 从而为应急救援提供了便利 以此来做出及时的应对 这也是中国北斗卫星的独到之处 中国的短暴纹功能 在此前也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 由于地震灾害过后 使得通讯基站都遭受到了破坏 通讯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这就使得北斗卫星通过短暴纹功能 来进行紧急通讯 并且通过北斗一代救援部队 紧急配备了1000多台北斗一号终端机 实现了各点位之间 点位与北京之间的直接联络 通过北斗短暴纹功能 这就使得在灾区通信 完全没有修复 且信息传送不畅的情况下 各救援部队可以使用北斗一号 即时准确地将各种信息发回 并且救灾指挥部 可以通过北斗一号系统 精确判定各路救灾部队的位置 以便根据灾情及时下达新的救援任务 此外在海上 北斗短暴纹功能也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能够保障渔船在海上航行的安全 中国组建了北斗三号通信网 并且实现了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的全覆盖 并且随着中国北斗三号组网 这就使得北斗卫星短暴纹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在海上推广北斗卫星短暴纹功能 保障渔船的航行安全 这样就使得中国数万余艘渔船 都安装上了北斗设备 这也使得北斗卫星 借着短暴纹功能救助了1万人 因此也被中国渔民称为海上保护神 中国北斗短暴纹功能如此强大 这就使得有飞行人士指出 可以在民航客机上 以安装具有全球短暴纹功能的北斗终端 这就使得北斗终端 可以不停地把获取到的定位信息 通过北斗短暴纹功能 上传给北斗卫星 一旦飞机发生意外情况 更是可以第一时间报警 并且由于北斗终端体积较小 也更容易保持完好 所以事后 救援人员可以根据终端上传的 北斗短暴纹 确定搜救范围 以此来提高救援搜救的效率 从而也不再会发生像 马航370那样的事故了 因此 随着全球多元化的发展 这就使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成为了新时代国家基础设施之一 这也使得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在军用和民用两大领域 都将拥有非常广泛的用途 首先在民用方面 它可以为手机等智能终端进行导航 为客机等交通工具提供定位 或者让地质工作者 迅速对地面目标进行测绘 其次 在军用方面 它就可以引导各种武器攻击敌方目标 也可以让军队迅速有效地定位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导航系统 在军民两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所以 随着中国北斗卫星的飞速发展 中国将在导航卫星上 具有更多的话语权 而且也将完全打破美国在导航系统上的垄断地位 这也可以使得中国可以借助自己建立的全球定位系统 在国际上也有了更高的地位 和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 可以不用看美国的脸色 完全地突破了美国在导航系统上的垄断 从而完全实现自主研发导航系统 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突破 此次中国北斗卫星所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 这也是中国北斗导航卫星实力的完美体现 这也将使得中国北斗卫星 在救援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且也将为世界各国紧急救援做出示范作用 也会使得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使用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 从而可以进一步加快中国北斗卫星系统的发展 也将进一步发挥出北斗卫星系统的独特作用 并且也将对美国定位系统产生巨大的冲击 未来中国北斗定位系统的发展可期 而在这次汤家火山中立下大功的北斗卫星 也将在后续的救援行动中继续发挥力量